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积极说什么要改善可能都来不及了 来自屏东的公民记者来一箱九卡拉卡拉九来自于原住民部落 来一箱这一次有多个部落在水灾当中都是受损相当严重 不少部落对外联络的桥梁都被大水冲断了 但是一些受灾比较轻微的部落 他们在整理好自己的家园之后 居民整装要到别的部落去帮助其他受灾的灾民 灾民帮助灾民这样子的精神让人看了格外感动 另外在这一次灾害过后 许多学生也组成了志工团进入灾区服务 像清华大学他们就组成了一个人数有八十人的竹蜻蜓工作坊 而且他们还在PayPal上发表了竹蜻蜓工作日志 分享他们在灾区所看到的状况 他们说虽然在灾区里面工作满身泥泞 很累又很辛苦 但是看到有灾民贴海报说 有你们真好 他们就觉得好温馨 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 其实台湾就是有这么多可爱的人 才让我们在灾难过后还能够看到希望 我们期待更多人可以加入PayPal担任公民记者 用您的镜头来守护家园 尤其是在南部的公民记者 现在正是你们发挥行动力的时候 希望你们拿起相机贴身记录灾区目前重建的状况 公民记者力量大 我们期待更多人一起加入PayPal 持续的发稿 持续的守候 来表达对于灾区重建的关心